经济报的股推介,建议大家留意神华1088 选择原因是阿里巴巴、美团等新经济股就推动大市 投资进一步反弹,创出近日反弹的高位 中枝股就达入业绩的高峰期 预计原材料板块去年盈利就增幅较强,可以加以关注 其中是煤炭股是为业绩推动 加上内地找经济增长的政策下利好煤炭的需求 股份可以留意高息的蓝筹股神华 神华早前预告,按国际计计准则 预计今年盈利是516亿人民币,按年有4乘4的增长 基于集团承诺,2019至2021年,派息比率最少是50% 盈利预告意味它们每股派息最少是1.3亿人民币 按这个价格推算,现价股息率接近下跌 而且神华在2020年快速提升派息比率到100% 现时盈利快速增长,排息增加,预期也升温 下方预期,神华2021至2023年的股息率 达到10.6厘,9.20厘和9.5厘 走势上,目前沿着中期的上升轨向上 并且呈以一浪高于一浪的态势 昨天收报21.9厘,升超过5% 连升5个交易日 较上星期低位18.2比较,就是反弹超过2成 不排除获利盘会有回套 策略上,建议后十天线,大概20.7就收集 以市场吸取最能的目标价24.5作为参考 潜在升幅值18% 向下平整7% 大约去到19.2就需要减持了